Smart for 4是一台造型很可愛的小車 這樣原論的造型 不管行男禁女 其實看了都會很喜歡 尤其比起上一代 你會覺得 哇 這一代的造型設計太漂亮了 而且上一代 它是延續Mitsubishi Coat的底盤設計 所以說它的驅動模式 是前置引擎前輪驅動 但這一代已經換成了後製後驅 所以反而更能夠延續Fore 2的設計概念 提到後製引擎後輪驅動 大家的第一個印象 一定是想到保時捷的911 其實Fore 4的設計概念 跟保時捷911還有那麼一點點相似 他們都是希望用最小的機械空間 去營造最大的車司空間 但是Fore 4它的確把這樣的設計給放大 因為它除了四個輪子外張以外 它的車長其實也不到3米5 但是車內的軸距卻達到2米5 所以說車試空間以乘坐四個人來講 你會覺得相當的寬敞 再加上它的著作點其實略高 那個感覺有點像是Cross-Over 所以說它的駕駛視線 也比其他的小車要來得棒 如果你提到小車 你希望有什麼配備 當然這一台車它還是沒有什麼太奢華的配備 譬如說中控台的觸控是螢幕 它沒有 但是它直接給你一個手機架 所以你不用擔心它有沒有Apple CarPlay的功能 因為你可以直接把手機置放在中間 當然就質感來講 這一台車的內裝塑膠感還是偏重 不過它的中控台用的不支部包覆 所以還增加了一些視覺質感 還有它的觸感也比較好 那在安全防護上呢 這台車就顯得相當的獨特而且全面 它除了有動態穩定系統 四距SRS輔助氣囊 還有定速裝置 它還多了側風穩定系統的輔助功能 就是說你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對於小車的穩定性 是有正面提升的效果 而且這輛小車還通過Euro NCAP撞擊車是四顆星 它的成能防護率達到78% 而核同的防護率也有77%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Smart 4-4它有兩種引擎規格 它的入門版車型用的是1.0升的三缸自然進氣引擎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車款 它是配置了0.9升三缸渦輪增壓引擎 再加上它的變速箱其實已經換上了序列式的雙離合器 所以升降檔反應其實算順喔 尤其你如果開過之前的舊的Smart 你會覺得它在換檔的時候 會整個人好像用血的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但這台車型不會 那很多人又會覺得小車可能它的動力 當然不是首要 可是會不會很沒力 其實這台車我0-100加速實測 它可以在12秒達成 對於買小車的人來講 操控可能不是首要的要件 可是這台BoBo它的操控就好得讓我有點意外 當然因為除了我剛才提到它的四個輪子外張 其實它的貼地性會相對比較好 再加上它是後置引擎後輪驅動 它的驅動輪的下力會比較高 所以說在彎道上它的指向性反而好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小車開起來它的阻尼都偏硬 的確BoBo也是 那對於乘坐舒適性來講 當然以這樣的車款它不算太好 但是它比Bo2要多了一些穩定性 因為Bo2做起來會太跳 但是Bo4不會 那因為小車的阻尼提升以後呢 它的軸距短 所以說它高速的時候才能發揮它的支撐性 如果它阻尼變得太軟 整台車的斜震太大 開起來會左搖右晃 Bo4它是一台很個性的小車 它的造型一看就跟別人不一樣 是一種會讓你覺得討喜 那比起Bo2其實我更喜歡這台車 當然因為它的空間實用性比較高 而且它的駕馭的均衡感反而好 那沒錯它的內裝的塑膠感一樣偏重 而且呢它就連副手座上面的車頂把手也沒有 而且當然很多人買小車 它其實期待就是它好停車 但是這一台Bo4它卻要把倒車雷達 還有這個倒車攝影系統另外列為選配 如果以它83萬元的售價能夠把 剛才我提到這兩項配備列為標準配備 我覺得它整體的駕駛感會更棒